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呀 韩国很多呀 韩国有 Big Ben 少女时代 北边还有核子弹哪儿的韩国呀 这 我说错了 不是现代的韩国 是战国时候的韩国 韩国呀 东西很多呀 这 你说又怎么办 韩国呀 就是国土很辽阔 幅然辽阔 而且地形险要 敌人不意进攻 而且 听说韩国的士兵各身强体壮 数十万假兵啊 那是善于作战 嘿嘿 你也知道啊 我特别注重这个士兵的体格 而且我还听说 你们国家还研发了一种新的武器 你怎么知道 这新的武器呀 是一种强母 它只要士兵脚一踏 这个剑咻 能射六百多步远啊 嘿 你还不知道啊 这个士兵脚 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踏 它就能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射出这连射一百多发呀 嘿嘿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还听说啊 您这个剑跟毛制作特别精致 只要不管是多好断牌 只要这毛一刺 一下子就能刺穿 嘿 你有研究啊 杭家 杭家 代王 您有这么广大的国土 这么强盛的士兵 这么精锐的武器 干嘛要惧怕秦国呀 啊 何必投降于秦国呢 这 老百姓有句话说的好 您为鸡口 不为牛后 就是说 您可做鸡的嘴巴 也不要做牛的屁股 鸡的嘴巴虽然小 可是它干净 吃什么东西从那进去 这牛的屁股虽然棒 可是它脏啊 这排气物从那边出来 而且 鸡到哪里 它的嘴巴第一个领头 这牛到哪里 这牛屁股只能跟着 受人牵制 代王 您要做鸡的嘴巴 还是牛的屁股呀 呃 这个 我怎么可能要做牛的屁股呢 是吧 所以您投降于秦国 不就是做秦国的牛屁股了吗 哎 这 有道理啊 代本王三思 三思 后来熊慧王果真就放弃投降于秦国了 就是苏秦这一番话起到了作用 于是您为鸡口 不为牛后 鸡口牛后这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它指的是 宁愿在局面小的地方独立自主 也不要在局面大的地方受人牵制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明日快乐 明日快乐 旱49